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孩 她们喜欢剪短发打篮球 被其他同学视为异类 这天蓝星经过美术教室 发现小玄正在被衣冠禽受欺负 于是她出手相救 此后小玄便对蓝星产生了依赖的感情 她会默默在篮球场看蓝星打球 美术客上不自觉地朝她看去 就连吃饭也会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 这也让卢迪误以为小玄喜欢的是自己 可渐渐蓝星发现小玄对自己的感情并非有益 虽然蓝星表面看起来像个男生 但内心还是个纯粹的女孩 为了让小玄正是自己走出扭曲的幻想 蓝星特意穿了一条裙子约小玄见面 可没想到她这一举动 但小玄彻底崩溃 她无法接受女生形象的蓝星 小玄心里美好的幻想破灭了 她掏出一把美工刀 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 蓝星想要上前阻止 但是为时已晚 蓝星因为害怕没有报警 她把小玄埋在了榕树下 几年后蓝星以老师的身份回到了学校 为了让小玄离自己更近一点 便把小玄的骸骨转移到了操场 用教室的头骨模具和小玄做了交换 如果不是操场扩建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水落石出 此时的蓝星捡去长发 做好了去找小玄的准备 审议劝她不要做傻事 发医已经检验出小玄真正的死亡方式 而她也会得到公正的审判结误 小玄的准备 小玄的准备 小玄的准备